Easy Test Beam 後面有一個USB的接口 它可以支援隨身碟的播放 那如果你的手機剛好沒有3G、4G的時候 只要你戴上USB 先把視頻放到USB裡面 你也可以享受看影片的樂趣 那現在我們就為大家示範一下 先插上USB 然後右上角就會出現USB的裝置的小圖形 然後我們點到隨身碟多媒體的部分 點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讓你播放視頻、音樂還有照片 那這邊我們先用視頻來跟大家做介紹 選擇一個影片 播放 播放